主料,真金箍100克,西葫芦500克,辅料,油,盐,味精,彩椒1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真金箍丝开,洗净备用,西葫芦洗净,西葫芦切成丝备用,彩椒切丝备用,锅烧热,放少许油,放西葫芦丝翻炒,断生,放真金箍翻炒,断生,放盐翻炒,放味精翻炒, 翻炒几下,就做好了,烹饭技巧,做这道菜不要放水油,因为西葫芦和真金箍会出水的,我没有放水,都出了好多水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